郑爽新剧《为了你首播》,都说这部剧不可能不火。 6月可以说是比较低迷的一个月,很多人都说没有几部好几部电视剧可看。 就连书节也陷入了巨荒。 不过昨天是端午节,世界杯,父亲节,上海电影,很想知道伙伴们过得嗨吗? 要是不够嗨,就跟书节一起解决近段时间的空虚寂寞了。最近发现了一部好电视剧。 说起这部剧,可真是很多粉丝们期待已久的作品。 由于漫长的等待让不少爱粉能等待的十分煎熬。 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下,昨晚在爱奇艺读播,并以会员可提前看全集的创新排播方式全网读播,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关注。 就让我们一起重回1998,感受土味青春。 它是一部充满激情热血,努力奋斗拼搏的都市剧。 没错,书节就不卖关子了,它就是。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。 要知道这部剧在未正式上档之前,就已然积蓄了如此强大的热度,如此高涨的关注度,显然不容小觑。 这部剧未播鲜火的原因有两点。 第一点,是来自原著书迷。 第二点,是来自明星们的人气。 出演这部剧的男女主角分别是罗靖和郑爽。 主要改编自唐家三嫂作品,取材于网文大神唐家三嫂与妻子及朋友们的真实情感经历,处处都是真情流露。 剧中也放弃了俗懒的套路,根本没有所谓的车祸失意,马力苏,绅士之谜等,而是打起了现实主义牌,彻底还原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近二十年的真实生活,爱情,友情,亲情三线贯穿,引发一代人共鸣,其中所展现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, 和永不言白的创业精神极具现实观照意义。 在剧中,罗靖饰演的男主角张长弓是一个努力拼搏,对爱情从你而终的进取青年。 他先后经历了戏车,参加模特培训被骗,当货运司机,经营汽车装黄电等一系列拨折后,他都没有被击垮,最终成为一位知名网络文学作家。 而这个人物角色对他来说也是相对贴合的,本身就具备熟生气质,职场气质,自从凭借这几年的作品人气也大幅上升更是备受瞩目。 而郑爽在剧中饰演的女主角李慕子,这是一个活泼开朗,为爱执着的纯情少女,家境比较优越,她听从家的安排考研最终进入了银行。 从郑爽自出导以来塑造的角色形象宇,与李慕兹也是吻合的,她更是90后乃至0后吸粉能力最强的当红小花之一,在年轻粉丝中的号召力可不是一般的强大。 该剧的情感主线主要是,罗晋饰演的张长弓和郑爽饰演的李慕子之间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。 两人在1998年因上网聊天节时,在网络聊天时一言不合因误会互对,线下网友聚会中因长弓英雄救美互生好感。 就这样从校园那时期就开始互相陪伴,扶持。 虽然中途历经波折,但是最后还是修成了正果,洗劫连理。 从片花中也能看到罗晋和郑爽在剧中秀起恩爱也是羡煞旁人。 此次罗晋正爽此次首度牵手合作,一个踏实稳重,一个青春灵动,两人的新鲜组合将如何演绎那段感人至深,相伴二十年风雨的青春爱情。 此时很多网友纷纷表示,重复刷了好几遍,现在已经准备好小板凳,期待郑爽跟罗晋两人的甜蜜互动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